同学和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非常感谢美国动物蛋白和油脂协会的 李鹏博士的邀请 以及水产前沿工作人员的前期工作准备 能够让我有这样这样一个机会呢 跟大家做一个交流 其实我记得我2012年回国以后 在2013年的厦门示范会上呢 曾经有做过一个大会报告 叫鱼类脂质营养代谢的研究进展 这一晃已经八年多过去了 时间过得还是挺快的 所以我想刚好接今天这样一个机会 再次梳理和带来近年来的鱼类脂质营养研究进展 那么其实我想大家也都看得到 在这八年里 在我们国家各部委 包括基金委啊 很多的这个项目 尤其是我们麦院士领导和策划的 像973啊蓝色粮仓等下大项目的一些支持下 我们中国的水产营养 包括纸质营养研究 都得到了非常迅猛的发展 所以我记得我八年前 那个报告里头 大部分的材料其实是来自于国外 但是呢 在今天的讲座里 大家过会儿就会看到 其实全部的材料 都来自于我们国内的水产营养学者 而且到今天呢 我觉得我们完全有自信来说 我们当前的中国水产营养领域的 很多的研究工作 其实是完全可以代表国际水产营养研究的 最前沿的发展趋势的 所以呢 今天我的这个讲座呢 一个主要的目的 还是就当前的鱼类质制营养研究呢 做一个全景式的扫描 那么既向初入学界的同行 尤其是年轻的学生 让他们更加了解我们现在这个领域的 这样的一个现状 那么也向产业界来介绍 我们学术界近指年做的一些和产业关联 相对密切的一些研究成果 不过呢 在今天的报告之前 我想先做三点说明 请大家理解和包涵 第一呢 我们现在国内优秀的鱼类质制营养课题组 和相关的优秀的工作呢 还是非常多的 但是因为今天的报告时间 以及我个人的能力所限呢 难免也挂一落实 可能无法完全将所有课题组的优秀工作 都纳入进来 所以呢 也只能根据今天讲座的主题 选取了一部分有代表性和相对系统的工作呢 作为代表性的案例进行介绍 所以呢 也请各位同行多多谅解 第二 今天的这个讲座呢 因为它同时面向的是学界和产业界的同行 所以呢 我在选取材料的时候 更多的考虑到是兼顾了学术性和应用性 这样的一种平衡的关系 所以呢 在今天的讲座里 我们的纯机制性和纯基础性的学术成果呢 我暂时不把它列入今天的讲座的内容 也请大家理解 那么第三呢 我希望今天这样这个讲座呢 也能像13年那个司法会 的报告一样 希望给大家带来一个全景式的概览和梳理 那么重点呢 是在对当前鱼类指质营养研究的一些进展的方向 主要的结论和观点 做一些介绍和讨论 所以呢 也不再过多的来聚焦于实验的细节 所以这些呢 也请大家能够理解和包含 好的 谢谢杜老师的介绍 那杜老师您刚刚谈到了您 13年在受华会上关于子制的一个介绍的报告 实际上非常的巧 在昨天我在重庆的 思想工业博览会上面的时候 也遇到了一个 在13年曾经听过您报告的一位 我们的同行 那他也 谈到了 对于您13年那场报告的 那个印象 至今为止 还记忆犹行也是非常 感谢您对于 在上一次做的那个 报告的分享 那他也对于您今天 今天的这个报告呢 也是同样充满了期待 那我相信我们直播间很多朋友 对杜老师已经有一些 非常的了解 但我还是想借这个机会 跟大家在隆重的介绍一下 我们杜振宇教授 那杜振宇教授呢 是2005年获得了中山大学和法国 伯耿地大学的双博士学位 那之后呢 在伯耿地大学从事博士后年研究 2007年和2012年 任挪威国家营养和海洋食品研究所的 Senior Scientist 然后2012年起 担任华东师范大学生命科学院的教授 那先后入选教育部 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 上海高层次人才特评专家 上海市青年优秀学术带头人 而目前主要承担水产动物营养 生理和水产品安全方向的科研和教学 那尤其是在职制营养生理领域呢 具有丰富的研究积累经验和经验 那也是国家 首批国家一级本科课程和国家 精品公开课程的负责人 那最近呢 杜老师在国内外知名期刊发表论文 百余片主持国家自然基金重点项目啊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课题多项 那现在任兼任中国水产学会 水产动物营养与饲料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生物工程学会 太阳生物学和科普专委会委员 那杜老师还有非常多的职位哈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我就不再一一介绍 因为很多期刊都是英文的 其实我的朋友都知道 我的英文还是 还需要再学习的 我就不念了 那杜老师也任多国的科研国际评审专家 也是世界华人瑜伽营养学术研讨会 学术委员会委员 2015年获得中国动物学会第六届青年科技奖 2018年获得中国法当优秀教师奖 2020年呢 获得首届林浩然动物科技杰出青年奖 那接下来在我们邀请杜老师做出 做今天分享之前 请允许我再做一个小小的广告 因为在我们杜老师的报告结束之后呢 我们就直接结束了 我就再也不会在今天晚上出现了 想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我们下一期的课程 云课堂的分享 是4月28号的晚上 同样也是7点半 那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 是上海交通大学的曹林教授 曹林教授刚刚在Nature上面发表了 以第一作者的身份 发表了一篇非常棒的文章 期待我们非常期待 曹林教授在4月28号晚上给我们带来 全球水产养殖 可持续发展20年回顾与展望的主题 好了 各位直播间的朋友们 大家刷一波掌声 让我们来尽心的收听杜老师精彩的分享 好吗 谢谢杜老师 时间交给您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就开始我今天的讲座 我的讲座呢 就是鱼类脂质营养研究和产业应用进展 首先呢 我们还是非常快的 我们把我们一些 我们脂肪的一些生理功能 非常简单的回顾一下 第一呢 我们说脂肪 它是我们鱼类组织细胞的组成成分 那么可以为鱼类提供能量 有助于致容性维生素的吸收和体内运输 那么也提供鱼类生长的必须脂肪酸 那么我们脂肪呢 很多时候积累在体内 它是以这个脂肪组织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分布在不同部位的脂肪组织 这样一种形式来存在 那么之前曾经认为说 脂肪组织可能只是起一个缓冲 当然了在这个十几年之前 那么人们发现 其实很多动物的脂肪组织呢 它其实可以分泌一些脂肪组织所特有的 一些细胞因子啊等等的 一些内分泌的一些激素 所以呢脂肪组织后来也被认为是一种 重要的内分泌器官 所以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非常简单的回顾一下 这样的一些生理功能 那么这些呢 其实如果把鱼类换成其他动物呢 其实也都成立 所以呢只是帮大家回顾一下脂肪的一些生理功能 但是呢在我们的水产当中 我们的水产动物的脂质营养研究呢 有我们自己的任务和我们自己的方向 那么就我个人而言呢 我觉得我们这么多年来的一些脂质营养的研究呢 其实主要是在解决四个主要的目标 或者叫四个主要的方向 那么这个是我个人的一些观点 仅供大家参考 首先呢 我们研究很多的脂质营养 是为了干什么呢 其实大家也知道 在当前我们的水产养殖当中 鱼类这个脂肪成绩这样的一种现象 是非常的普遍 包括脂肪肝啊 包括这个腹腔脂肪的严重成绩啊 等等等等 所以呢 像这样的一些表征呢 也都影响着鱼类的精致价值 影响健康 影响生长 甚至容易诱发病害等等等等 所以我们的脂质营养研究的一个主要的方向 就在于能不能够通过我们的研究 来改善以脂肪严重积累为表型的 这样的一种代谢障碍 这是一大块内容 我们有很多的同行在这块领域里 在做相应的工作 研究脂肪是怎么成绩的 成绩在哪里 然后呢 相应的调控的这个因子是什么等等 这是一块内容 那么第二块内容呢 就是说 我们说鱼类 它作为一个人类的主要的一种食物 那么它含有和陆生动物所不一样的一些营养素 尤其特别的就是鱼类中所含有的 Omega3高度不饱和脂肪酸 那么正是由于这个高度不饱和脂肪酸的 这个在鱼类中的存在 才使得我们鱼类具有特别的营养价值 但是呢 在当前的我们说 包括这个鱼粉啊 鱼油啊 这样一些替代的前提下呢 我们的鱼类的营养价值是不是会发生变化 尤其这个Omega3高度不饱和脂肪酸 它在鱼类体内的积累和含量是不是会发生变化 都成为一些这个大家很有争议的一些话题 所以呢 如何在当前的这样的一种饲料的配方的这样的一个前提下 提高或者保持鱼类的营养价值 尤其是Omega3高度不饱和脂肪酸的合成积累转运周转等等等等 也是我们摧残动物质制营养价研究的一个主要的目标 我觉得在这一块我们国内 包括国际上也有很大的一批我们的学者在进行这一块的功能 这是第二个我认为我们的一个研究方向 那么第三块呢 是跟我们的蛋白剂有关系 也就是说我们知道其实我们的脂肪源啊 除了其中有一些提供必须脂肪酸之外 很大一部分其实是用来功能的 那么我们现在也知道随着这个优质蛋白源的缺乏呢 如何提高这种蛋白质的 鲜料蛋白质的这个效能 让更多的蛋白质不被分解 能够沉积下来成为体蛋白促进鱼类的生长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 那么如何通过脂肪提供更多的能量 然后呢来节约蛋白质 我们就是在教科书上讲到的 蛋白质节约效应 所以呢 这里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方向 那鱼去研究脂肪是怎么被分解的 这个分解过程是用哪些主要的节点组成的 又是用哪些调控因子在调控的这些节点 最终它能不能够帮助这个鱼类来积累更多的蛋白质等等等等 这里也是有大块的这个方向 所以呢这里头也是直至营养研究的一个主要方向 那么第四个呢就是这个脂肪源 那我们知道研究 我们水产营养研究 其下游我们所服务的产业就是资料业 尤其是在资料配方上 是我们营养研究的一个主要服务的这样的一个方向 那么在资料配方当中脂肪是必不可少的 那么这个脂肪呢 它必然有脂肪源 那么随着包括鱼油的匮乏 那么越来越多的这个研究者呢 就把目光投向如何来利用甚至创制一些新型的脂肪源 那么尤其是包括对于鱼油的替代 那么这样的一块工作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这里头也包含了很多研究的课题 比如说什么样的油源 为什么鱼油替代总是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这些出现的问题的机制是什么 我们应该去如何通过对于这些机制的了解 去找到一些调控的办法等等的 所以这是第四款内容 也就是说推动利用和创制可持续的资料档 资料脂肪源 所以就我个人而言 我觉得我们目前大部分的研究的水产动物 指质营养研究的大部分的研究的这个内容 应该都可以被这样的四个方向所概括 当然了肯定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研究内容 但是可能从他的这个目前这些研究的量 和这个研究主要解决的对产业重量的问题而言 可能这四个方向的浅的比较重要一些 这个是我个人的一些观点 这个说的不对也请大家批评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今天这个报告就从刚才讲的四方面来展开 先讲鱼类脂肪的积累 然后讲脂肪酸的合成和成绩 然后来讲脂肪分解的功能 以及讲饲料脂肪源研究 以及我们这几年 我们的这个研究人员和产业界结合 我们做一些调控因子 其实有些就已经是饲料添加剂 这些调控因子对于上述的 这四个方面的调控功能 调控的一些结果 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所以这是今天大概的这样的一个荡药 好那我们就一张一张的来往下讲 我们从先讲第一块 第一块是鱼类的脂肪积累的研究 那么我们说鱼类的脂肪 成绩在哪里呢 我们刚才已经在讲研究方向的时候 其实讲过 当前鱼类的脂肪的严重积累 是一个蛮大的问题 不仅影响生长也影响品质 那么它到底脂肪成绩在哪里呢 就是从我们产业界来看 那么其实我也在这个 做这个讲座之前 我也请教了一些产业界的朋友 那么大家都非常一致的说 说现在养殖当中 或者说水产饲料的这个企业 它有什么问题 特别想解决的 从脂肪成绩的角度 那么很多的企业界的 我们的朋友都一口同声说 脂肪干了 那就解决脂肪干的问题了 对吧 所以这里头也就是说 肝脏的脂肪积累 一直是我们产业界和我们学界 都非常关心的问题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脂肪它可能在有限局当中 它更多的 它可能不是在积累在肝里头 它积累在腹腔里头 积累在这个其他的一些部位 形成脂肪组织 那么这个脂肪组织 如果说脂肪积累过多 它就会膨大 会扩增 那么影响我们整条云的这个体型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 就类似于我们 这个人类肥胖的这个大肚子 那么这一点呢 其实也非常的重要 所以呢 我想今天我讲脂肪成绩呢 我主要从肝脏和脂肪组织 两个方面来讲 那么先讲这个肝脏 我们讲肝脏呢 我们刚才已经讲到 我们的产业界和学界 都很关心这个脂肪干的问题 那么其实脂肪干呢 其实我之前也在 有几次这个会议呢 我也曾经做过脂肪干的报告 那么有一些比较老的内容呢 我今天就不讲 但是呢 我想一些重要的内容 还是要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因为毕竟今天呢 可能听的人数 或许比我之前所有的会议 都听的人数加起来都要多 所以呢 我们先来讲这个鱼类的 这个肝脏的这个脂肪的时候呢 我们先来看这样的一张 这样的一张表 这样的这个是我自己来做的 自己做的 我们可以从这张这个图当中呢 我们来看到很多的鱼 它的肝脏脂肪的这个含量 肝脏这个脂肪含量呢 你会发现很有意思的 其实不同的鱼 它有不同的这个肝脏脂肪的含量差别 它是非常大的 有些鱼呢 它的这个肝脏 它的这个脂肪含量非常的高 那你比如说像河豚 它可以达到50%左右 那么在海水鱼当中 这个雪鱼呢 也达到58%左右 包括像军巢 它的肝脏的脂肪含量 也是非常高的 那么当然有些 这个鱼的脂肪含量就比较低 比如说污吏啊 你说像一般我们的这个草鱼啊 青鱼啊 鲁鱼啊 等等等等 那么 所以我们从这张表当中 可以看出呢 不同的鱼 它的肝脏脂肪含量 天差地点 当然了 大家说 这个数据是怎么来的 那么这个呢 也是我和我的学生们呢 一起来 很多年下来 做的一些 研究论文当中的数据呢 拿出来 我们也知道 有些论文当中 不同的组呢 它的肝脏脂肪含量 会有蛮大的差别 但是从我们的这里取的呢 基本上是一个平均值 就是我们很多研究论文当中的 相关的平均值 所以呢 只能代表一个 大概的一个 一个范围 并不是能说非常的精确 至少 但是它可以看出一个相对的含量的这个差异 那么我展现这样一张图的目的是什么 只是告诉大家说 其实鱼类的肝脏脂肪 并不是说 只要它积累多了 它就一定有病 这就是我刚才讲的 不是所有的脂肪肝 都是病 有些鱼 有些鱼 它就是天生的脂肪肝 那么像这样一类 天生的把脂肪 放在肝里头的鱼类 我们要引起重视 也就是说 这些鱼 它天然的肝脏脂肪就很好 所以呢 不能说看到这种鱼 一看 打开腹腔一看 肝脏里头很多的油脂 然后就说 啊 脂肪肝非常的严重 它可能本来就这么 所以更多的要对那些天然的肝脏里头脂肪不高的鱼类 这些鱼类 可能要更加引起我们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 就不是所有的脂肪肝 它都是病 所以从我个人来讲 脂肪肝本身应当是一个中性的词 只有脂肪肝病 才是我们应该重视的病症 那么同时我又总结了另外的一张表 这张表 这张表呢 是这个鱼类的肌肉脂肪含量 那这也是我和同学们一起来总结的 也是一样的 我们通过很多文献当中 从肌肉的脂肪的这个含量 这些数据做一个统计 然后呢 主要是取很多文章当中的平均值 所以呢 不能说数据很确实 但是呢 至少能够反映一个相对的趋势 然后呢 你会看到肌肉当中也一样 有些鱼呢 它的肌肉脂肪含量就非常高 比如说淡水鱼当中 我们吃鲜鱼 我们吃鲜鱼是不是觉得这个口感比较肥腻 三面鱼 我们说三面鱼当中包括这个 这个红尊 一些一些尊也是 那么它的这个鸡肉当中红一块 白一块 那白一块就是它的肌间的脂肪组织 所以这样的话呢 它的肌肉当中脂肪含量是比较高的 国材还有我们老型创生 就是经苍 也是这个肌肉的脂肪含量 也是非常高的 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个脂肪的 在肝脏和肌肉当中 这两张图 我们把它合一块 好 我们把它合在一起 然后我们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你会看到这些鱼呢 平常是肌肉和肝脏的脂肪含量 它是一个此消彼长的关系 那往往是肌肉的脂肪含量 如果说含量比较高的鱼呢 它往往肝脏的这个脂肪含量相对来说比较低一些 你看像这个东方豚啊 像这个鲫鱼啊 都是比较这个 肌肉脂肪含量 肝脏脂肪含量比较高 肌肉脂肪含量比较低 反过来呢 像三位鱼它的这个肌肉脂肪比较高 那么它的肝脏脂肪含量比较低 也就是说鱼类不同的鱼类呢 它对于积累脂肪有它自然的一些属性 跟它的物种是有关系的 所以在这一点上 我们在判断脂肪肝的时候 其实一定要和鱼种相关联 剖开鱼种谈脂肪肝 某种程度上可能会造成一点一些误解 造成一些误区 那么事实上我们来谈这个脂肪肝呢 我在2014年在水产学报50周年特刊的时候呢 曾经写过一篇特邀的中述 就是讲鱼类养殖鱼类脂肪肝的成因 和一些相关的思考 那么提出了一个模型 也就是说鱼类脂肪肝的发生发展的这样一个模型 那么这个模型它主要的描述了一个什么样的进程呢 其实它主要是在描述一个比如说肝脏 那么由于长期的能量摄入过高 比如说高脂高糖饲料的长期投胃 就会造成这个脂肪组织的细胞扩增 包括整体的这个血浆当中的油力酸的油力脂肪酸含量上升 然后呢进入肝脏以后 那么它慢慢慢慢的积累下来 就合成肝油三脂 然后就慢慢的积累下来 在肝脏当中积累起来 那么事实上在这个过程当中 尤其在这个肝脏脂肪积累的前期 它其实是鱼类为了应对能量过多 而采取的一种生理性的对策 在这个时候你不能说它是有病 它只是一种生理性的一种积累而已 如果在这个时候如果说加以控制或者体积发现的话呢 其实它是可以慢慢再把这个脂肪再给它消耗掉 那么只有当这个过程持续不断的 没有办法来缓解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说 长期的高含量的油力脂肪酸 那不管是在组织还是在血液当中的 长时间的存在就会造成一个制度性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它会造成整个炎症因子的上升 炎症因子上升 然后呢也会造成氧化因子 及细胞器的这个功能失调 那么长此以往呢 就会造成进一步肝脏的一些功能的 这个上升 最终造成脂肪性的肝炎啊 肝的这个纤维化呀 包括肝坏死等等等等 那么在这个时候 其实这个肝它未必很大 它肝脏的里头的脂肪含量未必很多 但是呢 它已经进入了一个肝损伤的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其实我们还有很多的一些因子 这里头我只是列出了几个代表性的这个因子而已 当然其实还有很多因子都可以从这个地方往里加 有些因子 它本身你比如说氧化鱼油啊 环境污染物啊 饲料毒素啊等等等等 它本来就可以造成氧化因子 造成细胞器功能失调 造成干细胞的死亡 直接就会造成这样一个单损伤的后果 而我们炎症因子的上升 我们有很多的因素 其实都可以造成炎症 包括病害 这就是为什么 其实鱼类的健康很重要啊 因为它的这个 往往会归结到炎症因子的变化 那么炎症因子的上升呢 它也会进一步的促进这样一个过程 这是我在2014年提出的这样一个模型 那么这个模型呢 应该说 现在也得到了我们学界和产业界的 很多的老师和朋友的认可 我也知道很多老师在讲课的时候呢 也在用这个模型 那么也很高兴地告诉大家呢 就是说 这个模型呢 经过这个国际同行的讨论以后呢 在我们即将出版的这个Fish Nutrition第四版 大家知道这个Fish Nutrition 这是我们鱼类营养界的 非常权威的这本教科书了 那么从1972年出第一版 那么现在已经马上这个到第四版 那么这个第四版当中呢 已经把这个模型呢 纳入进去 成为我们教科书的 国际教科书的一部分 那么这也代表了我们国际学界 对于这样一个模型的认可 那么从这样一个模型出发 其实我也曾经提过一些这个 对于鱼类脂肪肝病研究和防治的一些建议 那么在今天因为可能还有很多同学和很多同行 可能对这块内容还没有听过 所以呢我在这样一个场合呢也带是提一下 那么供大家参考 那么前面的三点前面是红点 这个呢是供我们学界的这个同行 我们要做的一些事情 那么这里头我把这个病加红 加红 那么意思就是说 其实从概念上来讲 脂肪肝和脂肪肝病 在它的概念的澄清上 其实是还是有所区别的 但是呢我们在研究过程当中 这两个呢有时候也很难分 所以呢研究的方法还是比较类似的 所以这样的话呢 我就提对于我们学界同行来讲有三点 第一个开展对不同养殖鱼类 不同类型脂肪肝或者脂肪肝病的脂肪肌类进程 和相应的生理表现的研究 确定不同养殖鱼类 不同类型脂肪肝病发生的不同阶段的标准 这个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说到人去医院里做肝工啊 干什么呀 那都有标准 那么鱼类的标准是什么 这是第一 第二生物标志物的问题 就是什么样的阶段会有什么样的生物标志物 这个工作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它有助于我们来建立从宏观到微观的 生物标志的判断系统 通过一些指标的测定呢 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来理解 这个语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那么第三呢也就是说 要从代谢机制的角度入手 知道脂肪肝或者脂肪肝病 它发生在这个过程当中 脂肪沉积分解的各个关键步骤 关键基因关键蛋白和相应的调控机制 了解这些 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既做营养调控 甚至我们会今后的遗传遇传 来提供一些完整而基础的作用 这是我们学界要做的一些功能 那么从产业界来讲呢 请与观察诊断尽可能的掌握 养殖鱼类的脂肪积类的动态 越早发现 我们刚才也讲到了 其实在脂肪肝的早期 是可以拯救的 因为它只是一个生理性的过程 那么使用营养素相对均衡 符合养殖对象营养要求的高效配合饲料 研抓颜料和饲料的质量观 避免原料和饲料发生变质 那么探索更合理的养殖技术 避免养殖鱼类在养殖各个环节 受到环境和病含的应激 其实就是在缓解养化应激 缓解这个炎症因子的这个上升 那么最后呢 就开展各类有充分学理依据证明的 抗脂肪肝因子 在不同应激条件下 对养殖鱼类脂肪肝和脂肪肝病的 预防和缓解效果的实验室研究和产业实践 那么待会我在报告里头也会提到很多的相关的一些调控因子 那么这里呢 企业可能要跟我们的学界呢 我们要充分的合作协作 一起来了解这些抗脂肪肝因子 在不同鱼类 不同场合 不同的养殖条件下 到底会发挥什么样的功能 因为我们的水产养殖实在太复杂了 这个跟陆生动物 包括这个跟医学还是没有办法相提并论 因为我们有这么多物种 我们有这么复杂的养殖的这个环境 所以必须要做得更加的细致 是一些 回到这个脂肪肝这个角度来讲 因为我们产业特别关心这一块 那么我就老调重谈 这个把之前讲过的一些内容 再跟大家做个分享 那么随着刚才我提到的这样一些建议呢 其实有一些工作 有一些工作 我们还是要做一些回顾 其实刚才我讲到的 鱼类脂肪肝的判断标准的问题 其实早在1990年 中山大学的林鼎先生 也是非常知名 非常著名的我们鱼类营养界的这个前辈 林鼎先生就在和毛永庆先生 蔡凡生老师呢 在中国的海洋护照上 已经发表了一篇 草鱼脂肪肝的判断标准的一个文章 当时就已经很明确提出呢 他认为草鱼的肝脂含量如果超过5% 可以整单为脂肪肝 然后呢 将肝脂含量5%到10% 10%到15% 15%到20% 分成三个阶段 划分为肝脏的脂质成绩 肝脏的实质性的脂肪净润 和肝脏细胞和萎缩三个时期 那么这是一个非常有益的一个探索 对于鱼类的这个脂肪肝 进行了相应的程度的划分 那么事实上呢 在我们这么多年 从90年到现在呢 其实也有很多的学者 在这个领域呢 做了相应的一些探索 那么我这里就举个例子 在这个2016年 2016年湖南农业大学的肖条易 和胡一老师课题组呢 他们在南京农业大学学报上 发表了一篇文章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叫基于甘子的草鱼甘子 过量续基评价指标构建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肖老师和胡老师 他们测定了245维草鱼 对他们的这个 进行了大量的生物学指标的测定 然后呢 这个结果呢 也确定把草鱼确定为甘子 正常轻度 中度和重度继续 发成换成了四个不同的这个区间 那么在这个四个不同区间呢 甘子含量参考值呢 分别是小于4.6% 4.6%到7.56% 7.56%到12.74% 以及大于12.74% 那么这些这个其中轻度 中度和重度的这个参考值呢 比我们林先生提出的稍微低一点 但是呢 我觉得我们的学术一定是在发展 我们才随着我们时代的发展 随着我们养殖现状的变化 那么和我们检测指标的变化 像这样的探索 我觉得是非常有益的 因为他给产业提供了一些 可以在实际生产当中 用来应用的这样的一些数据标准 和这个参考值 那么就是比较遗憾的那是呢 应该说我们有这么多的养殖品种 都遇到了脂肪肝的问题 但是呢 应该说其他的鱼类的 类似的工作呢 应该说做的还是相对比较少一些 也有 但是相对比较少一些 所以呢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 我也非常希望看到 在我们产业关心的那些 脂肪肝现象比较明确的 脂肪肝现象比较严重的 养殖医的当中 也有我们的学者 能够对于不同的标准 提出一些不同的判断标准 帮助我们产业来 至少来诊断 是可判断脂肪肝的发生程度 所以这是一个一块的内容 那么我们刚才讲到 这个脂肪肝的一个主要的成因 就是这个高能饲料 所以这一块呢 其实早两年做的比较多 其实呢很多的这个理论 很多的结论呢 大家也比较清楚 也就是说 把长时间的投喂高脂饲料 或者高糖饲料呢 都会造成很多鱼类的 肝脏的脂肪的严重积累 那么在这个近几年当中呢 我们其实南京农业大学的 刘文斌老师团队 其实在这一块 一直做着非常有益的探索 那么最近呢 他们有一些工作 我觉得很有意思 虽然有些结论 我们跟之前的结论呢 也是非常的这个吻合 但是呢 有一些新的观点 或者新的指标的测定呢 我觉得是蛮有意思 那比如说 他们在这个刘老师团队 和这个蒋广顺老师团队呢 在1819年 我们分别发表了一些文章 这个团统法 我们知道团统法呢 是一个好像对四条脂肪 不是那么耐受的一种预论 那么他这个用10%和5% 这个饲料的脂肪 来进行对比 然后呢 就发现高脂饲料呢 果然可以造造造成这个肝脏的细胞的 这个液泡化 然后呢 通过一些有的物质 进行攻击 然后就会发现呢 这个高脂饲料喂养的 这个团头法 它的这个存活率 就会明显的下降 那么还导致了这个肝脏的 肝细胞的DNA的损伤 包括这个炎症因子的高表达 然后呢 特别有意思的是 就是说 可能很多同学 包括我们实验室也一样 从高脂饲料喂养的